前些日子我接了个大单 上海一网红结婚 要给他伴娘团每个人准备一个包 因为数量大 我让他先付一半的钱 可他却说 我有一千多万粉丝呢 还能骗你啊 先给你两千定金 剩下的收到包以后再给你 我一咬牙就答应了 可收到包以后 全都给我退回来了 还把我拉黑了 后来才知道 他并不是想买包 只是想用私人定制来撑场面 您是有面子了 可我下季度的房租怎么办 我加急做出来的这些包又怎么办 谁能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啊 如果我说我的皮料成本是LV的十倍 会不会有人骂我 前段时间的空气马甲 还有价值八千元的草帽 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实际上 大排包的成本并不是什么秘密 把低价的东西卖出天价 是他们的传统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价格高不代表品质好 我的手工包虽然价格不高 但我用的都是最好的头层牛皮 但即使这样 仍无人问津 难道大家买包 真的只认一个金属商标吗 看着我吹 我吹到海里变雨滴 看着我吹 我追不到你的美丽 我恐惧 我喜去 我无趣 我便虚拟 看着我推 我颓废到你隔壁 看着我推 我颓废到你空 我再试试 谢谢大家